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坦,可以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今天我有邀請為特別來賓,就是Freddy,林長洲委員,Freddy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Stan你好 你在中美之間當中立國,做不到,因為中也沒有幫你當成國 何來的中立國嗎?對不對?然後美國幫你當成盟友,然後你反而要 沒有,我不是你的盟友,我是中立 我是中立的,這是很奇怪,就是有一些人會拿新加坡來舉例 你看柯文哲他拿日本,他都常講日本跟新加坡 第一個日本他在美中之間絕對不是中立 他很清楚他自己的利益在哪裡 然後你舉新加坡的話,新加坡就是像剛剛Stan講的 他的地理位置那麼遠,而且中國也認同他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中國對他的騷擾,可能是對他的鄰國騷擾比較多 印尼、越南、菲律賓這些島嶼、島嬌們的騷擾比較多 對新加坡很少有這些主權的問題 所以如果台灣是這樣,中國對我們沒有侵略 美國也對我們沒有武力的威脅 我們在各個這個大的國家裡面,我們想說我們要遊走於各個國家裡面要拿一些好處 對或不對,我覺得這樣子我都不覺得我們要中立喔 就算中國,中國作為一個獨裁國家,但他沒有要跟我們 沒有要侵略我們 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他也沒有要侵略我們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中立呢? 其實我個人也覺得是不行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覺得一個國家的發展還是有我們的價值跟理念嘛 所以為什麼因為這樣 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要打我 所以我朋友都 我選擇就是都不交朋友 我就跟他們保持距離的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人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嘛 我們作為一個人,我要跟誰交朋友 當然是跟我的理念興趣相同的人交朋友 我在一個班上,在一個公司裡面都是一樣嘛 你會自然而然跟你自同道合的人 有共同價值觀,共同理念的人會交朋友 那有另外一個人很霸道的人 就算他跟你之間 他沒有說他要搶你的東西好了 但是你也沒有必要說我就也要跟他交朋友 所以我只是話講回來 就是我覺得那種說中立的那個想法 我覺得那個其實最後會變成是缺乏自己的價值跟自己的方向 因為你會變成你在兩個 中國一定有自己的方向 美國一定有美國的方向對不對 那我們要中立的意思就是 他怎麼走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在中間調 因為我們為了要調到正中間 所以他往這邊走一點 我們就要再往這邊調一點 他再往這邊近一點 我們就要再往這邊調 我們變成完全沒有自己的方向感 我覺得這是完全失去 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應該要有的這個思考邏輯啦 我們要很清楚台灣的利益是什麼 那我們的利益怎麼走 是交哪一些人是我們的朋友 這是我們主動想的 而不是交給各個大國來判斷的 美國啦日本啦就其他的台灣的盟友 可能要做哪一些動作才會讓台灣人就是增加對他們的信心 我覺得第一個要先釐清事實 就是這一些不管裴洛西或是麥卡錫 或是所有世界各國來訪台灣 表達對台灣的友善的這一些人 他們來台灣都是來支持台灣 他並沒有說跑到這個第一線 跑到金門馬祖去啦 然後這個嚷嚷說 我們應該要對中國發射飛彈啦 我要挑釁中國 我應該要武力攻打中國 沒有 講要武力攻打中國的只有國民黨 以前的國民黨 從來就是現在台灣自己本身也說我們只是要守護台灣而已 然後來台灣支持台灣的朋友也是要守護台灣以及印代區域 沒有任何一個人 包括麥卡錫在內 沒有一個人說我要去武力攻打中國 所以習近平沒有哪裡可憐啊 他沒有哪裡衰啊 習近平好可憐喔 怎麼樣 習近平有點衰耶 怎麼樣 莫名其妙也被攻擊 反而他一直說他要打別人啊 他要打別人 可憐在哪裡 所以我說 先從事實來看 所有來支持台灣的人 都是因為習近平說要打台灣 或要騷擾周邊的這些國家 所以來幫忙保護我們 然後也沒有一個人說 因為你要打我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 這個飛彈攻擊北京 中南海要把習近平打掉 沒有 即便你已經說要打我們 大家都還是忍喔 大家都囤倫喔 大家沒有一個人口出說 喔不對 那這樣我要先下手為強 我們要開始研發 攻打北京的這個武器 沒有 大家都還是說 我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土地 我們自己的家園 所以第一個 事實要釐清啊 裴洛西 而且像裴洛西這樣來台灣的多好 過去國民黨時代 他會不斷的一直宣傳說 台灣是一個自由中國啦 好像台灣的這個專制獨裁 白色恐怖的時代都不存在一樣 但是像裴洛西還有近幾次來台灣的 包括像捷克啦 東歐的國家來 他們都想要進一步了解 過去國民黨意識形態 或是他們的propaganda 以外的台灣 因為以前國民黨在國際社會很努力的宣傳 他們是一個民主政府 那像裴洛西這樣又來台灣 又參加人權園區 又到錦美監獄去 我覺得這個真正的認識 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這個跟中國更沒有關係 這是難得台灣 是被真正認識 什麼是台灣 而不是自由中國 不是蔣介石的中國 第二個就是 那到底為什麼現在 卻看到這麼多的疑美論 大家都那麼支持台灣 那不是應該大家要更歡迎嗎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是我們政治人物 真的在經過這一兩年 要非常認真的去思考怎麼辦 就是 我覺得台灣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 最珍貴的就是從 過去這將近十年來 一個年輕的 新的希望改變 不要再走這麼封建的 所謂的亞洲價值 我們要想辦法掙脫亞洲價值 的那一種力量 那個是在台灣裡面 我覺得很珍貴的力量 每個國家可能都有 但是台灣特別強烈 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台灣受到打壓 所以這個力量 在很多時候它就會爆發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然後還有像那個 2018年19年 當那個 Same Sex Marriage 這一件事情 好不容易快通通 要面對到這麼大的狂潮 這麼大的反同的壓力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撐過去 我覺得像這種 這一種隱含在社會下面的一種 想要帶著台灣更進步 而且超脫亞洲封建的那一種價值 的這一種力量 我覺得在這幾年 是消退的 我覺得這一些獨裁者 他們不是瘋子 他們就是想要可以 繼續統治他的國家 他可以繼續獨裁 那所以 他的問題在於 他身邊都是一些 他的這個 這個音犬嘛 都是講好聽話的人嘛 會只會給他一些他愛聽的話 然後如果你要 給他看才想看的小伯伯 我看看我準備這個伯伯上 有沒有這個內容 對 沒錯 所以 普京也是這樣子 我前陣子有看過那個 知庫的報告 他看的國際性 他沒有手機 他沒有用網路 他也不看電視 好可怕 他主要是 每天早上看到紅色的小伯伯 伯伯上有沒有這個內容 整理給他的國際的那個 新聞相關的資料 那那邊當然是都是一些 他愛看的 他愛看的 對 就一定是給他 他讓他開心的嘛 所以第一個 他對國內的掌握一定不對 他對烏克蘭的掌握也不會對啊 那如果 也完全不對 對 那所以他才會本來以為 他一夕之間就可以毀滅烏克蘭 結果 原來國際社會這麼支持烏克蘭 烏克蘭自己 這麼堅強 我覺得現在對習近平也是一樣 國際社會不能用偷偷摸摸支持台灣的 用台面下支持台灣的 你這樣子一樣 再給習近平錯誤的資訊啊 就跟普丁一樣啊 習近平最後會覺得說 好像大家也沒有那麼支持台灣嘛 然後他對國內的這些資訊 可能也掌握錯誤 最後 這個反而是讓這個台灣陷於危險 所以我在國際社會遇到這種 仍然要走這個戰略模糊 就是strategic ambiguity的這一些政治人物 我都跟他們講 普丁就是一次 你們走這種姑息主義 最後導致的結果 你不能再讓習近平錯估行事 讓他們以為 讓習近平跟他身邊的人以為 你是普通支持台灣 既然你真的覺得你支持台灣 就把它放到檯面上 而且要清清楚楚的讓習近平看到 讓國際社會看到 大部分的台灣人 尤其是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在講 說沒有出來投票的這些年輕人 或是中間的人 他們原則上 他們原則上 應該都還是認同 認為台灣要跟 不管日本啊 美國啦 這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比較接近 你可以看這一些人 他們可能大部分現在馬上可以出去的時候 他也會去哪裡玩 一定去日本玩嘛 那也有可能 比較有錢的 去美國去歐洲玩啦 中國不會是他們排在很前面的啦 尤其這些年輕人 那他們平常看韓劇 看日劇 那看中劇的那些都是比較長輩的嘛 所以你說年輕人 這個每一次電影院裡面都會爆滿的這些 前幾天是那個Avatar第二集嘛 就原則上 其實這一群人都是享受 而且也懂得欣賞 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面 大家共享的一種 文化、藝術以及生活方式 那怎麼樣 什麼東西是美好的 什麼東西是有趣的 這些人大概原則上 所以他們會珍惜的東西 跟我們是比較類似的 這一點我覺得我們要先 先有這樣子的 要看到這一面 然後第二個 所以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要 就我自己本身啦 就是一直在思考 怎麼降低那個門檻 就是 既然他跟你的頻率是類似的 他喜歡的東西 跟你喜歡的東西也是類似的 他可能跟你會去看的電影 也是類似的話 我覺得 倒不用真的進入 對 他一收到那個假的訊息 我們馬上跟他講說 那個訊息有問題 你這樣就會憑於斑命 你這樣就有可能 對 你在這一個過程裡面 你能夠做的當然是澄清 政府相關單位 有的沒有的這些東西 當然是趕快跟他澄清 趕快跟他 分享說這一些澄清的相關資訊 那第二個我覺得應該是 把他也喜歡的這些東西 裡面的隱含 隱含的一些可能民主的價值 用比較娛樂的方法跟他分享 這個是我長期以來的一個方式 例如大港開唱 在去年一賣票就又秒殺了 大港開唱裡面有很多去看 看現在叫做聽團仔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叫做聽團仔 反正就是樂迷歌迷 這些朋友們 他喜歡聽這些樂團 喜歡聽這些音樂 你想辦法讓他知道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歌手 不管說美秀集團 拍誰少年 或是有拿到這個 最佳新人獎的柯拉奇 有拿到最佳新人的這個余沛珍 他們背後的創作的這個靈感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重要 他就是除了我們被動的在澄清錯誤的資訊以外 我們也要用大家共同的一個 共同的頻率的一些價值的藝術品 流行音樂流行的文化裡面去共同分享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例如說這個Avengers 去年前年大前年幾乎有好幾部的 這個Avengers的這個復仇者 都被中國封殺了 封殺的原因不外乎是裡面 例如說這個 這個 奇異博士 Doctor Strange第二集裡面 有出現大紀元的爆灘 他這樣就被封殺了 那我就會把這一個東西分享給 也很喜歡看這個復仇者聯盟的 我的以前的那一些朋友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都還發生這種事情 那難道難道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 我們應該要這個 姑息中國的話 你的意思是連好萊塢的電影 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去這個 感受中國人的情感 來自我審查 所以連你自己喜歡的藝術品也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政治 那其實世界上 就算是很多流行的話題 流行的藝文 他遇到了中國 其實都反而會展現出 他比較珍貴的那一面 例如說好萊塢這幾年 他漸漸的不願意自我審查了 漸漸的寧願被中國封殺 他也希望能夠 保留住他自己的這個本來的劇本 那我就會把這些東西分享給 跟我一樣喜歡這些 本來都沒有在講政治的那些群組 他都在講 輕鬆的話題的那些群組 那我就會分享這一種 輕鬆中但是帶有一點點 政治的概念 去讓他去感受說 所以我們現在活在台灣是很珍貴的 我們活在這個自由民主的世界是很珍貴 你可以看到這麼自由創作的一個電影 讓你娛樂的這麼快樂 他可以不用被中國審查 他可以不管中國審查 一樣做出一個符合他的 這個本來的這個原汁原味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我們有民主啊 我們有自由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層次 我要再講一點 第一個有錯的地方我們 我們要想辦法去找出可以澄清的東西 來去回應這些錯誤的資訊 另外一個我覺得我們要把我們 更長明的輕鬆的娛樂的 裡面這一塊它隱含的價值的部分 把它也讓跟我們同樣喜歡這些東西的人 他們感受到 就是因為 呃 你剛剛講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在輕鬆的娛樂的內容 就是在可以 殘載一些加一些嚴肅的元素 比方說 你知道嗎 我因為聽你們的音樂 所以對很多台灣的歷史事件 開始產生興趣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什麼高殺軍啊 就是就是那一類的東西 然後發生的各式各樣的 像物色事件 因為就是會想 這個歌詞裡面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然後音樂又很感人 又很那個能達動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有更多的創作者 願意把那些台灣的 無論是歷史啊 或台灣的一些價值的東西 做成了一個創作的 背後的一些素材 應該是會讓更多的台灣人 更加對這些 大家都覺得比較嚴肅的話題 政治啦 歷史啦 什麼認同啦 產生一個更大的興趣 所以我現在看到台灣的那種 年輕的 尤其是獨立創作者 就是非主流音樂的 其實很多都是在玩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看覺得真的很棒 我希望這個聲音也可以 穿播出去 像是 像是閃靈就在國際很有名嗎 很多很多人知道 就是聽那個中金屬的人都知道 對 但台灣也有更多 也有更多的嘛 就是也有更多很優秀的 我自己有聽什麼 邪肉國之雞啦 然後 對 對不對 然後那個很多那種不同文化的因素 參加在裡面 我覺得真的還蠻讚的很認真 稍微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藝術跟政治 兩個不同的能量 政治 就是我們在做政治的時候 很多事情我們會用辯論的 那有的時候 你辯論在說理的過程裡面 你能夠給人的影響 可能只是片段式的議題 這個題目 他是對的或錯的 他是錯的 我們趕快提供正確的資料給他 所以你在這個題目上面 你辯論贏了 但是你在他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他 我說你這個對象 他會不會因為在這個題目上面發現 這個真正的真相以後 他心裡有更深一層在認同上面的感動 不會 他可能就是只是 例如說這個雞蛋真的買不到嗎 所以你趕快告訴他 其實是買得到的 所以他都是片段式 然後比較在政治的工坊裡面 往往都是這些比較片段式的議題 那我覺得藝術就不一樣 藝術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辦法做出一個作品 讓看的人痛哭流涕 如果有一部電影 關於認同的 關於自由的 關於怎麼從這個威權時代走過來的人 不管是愛情故事 友情的故事 還是親情的故事 如果能夠 你能夠帶 你看了某一個電影 你非常的有感受 然後你有辦法讓幾個 本來沒有什麼感受的人 他看完了以後 痛哭流涕 那那個 那個我覺得就是很久的 那一種 那種因為感動而哭出來 的那一種 對認同的重新的思考 人生的重新思考 他可能是一輩子 我自己幾乎 這輩子看了很多 電影最後 或聽一些音樂 讓自己整個全身 是會 顫抖的那一種狀況的 影響都是很長久的 所以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每一個人看的東西會感動的 可能不一樣 有的人是最近現在很流行在講 這個retro 看這個悲情城市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看 流麻溝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看 其他的電影 那也有可能是看 國外的電影 德國的電影 歐洲的電影 但不管是哪樣的電影 就是我覺得 你去找到 你去找到 令人感動的東西 然後去推廣那一個 可以讓 觸發你覺得 這個人 這個人他什麼都沒差 但是他看完這部電影 他如果跟你一樣哭了 他就有差了 他就有差 他從那一天開始 他對自由 對民主 對人 人性 的看法都不一樣 那所以 其實我一直在做 轉型正義的這個 這個工作 其實從20 從大概20年前 我在演唱會的時候 就在講轉型正義 講真相 讓台灣人更知道自己 讓很多受害者的故事 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其實這除了一方面 是希望 彌平這些受害者家屬的 心理的創傷以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要讓他成為 台灣可以再創作的養分 所以其實 這兩屆我在立法院裡面 一直在推動促轉條例 跟政治檔案條例的開放 政治檔案條例 然後那些政治檔案的開放 然後接著呢 我也知道有很多導演 其實陸陸續續都拍的很棒的電影 例如說茶巾 茶巾 我有朋友看茶巾 他在哭啊 他客家人啊 他也不太知道 原來有發生過這件事啊 會近期的返校 對 沒錯 返校啊 所以這一些 不管說你是會突然很害怕 哭當然是一種情緒 但是你看 覺得那樣的世界好可怕 那一種恐懼感 就像看恐怖片一樣 我覺得那種情緒 就會比政治上面的辯論 的影響更深入 所以這幾年來 我覺得有一些 有這種理念的片子 他還是 他有受到廣大的歡迎 但是那個歡迎程度 你如果說跟日本 跟美國的那一些影集 娛樂的影集比起來 我覺得台灣還是不夠多人看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們有一個工作 就是把這幾年 其實很多啦 公視台視 很多很棒的導演 他們也都在拍 所以今年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把這些 很讚的電影 你如果自己看了 覺得沒feel的 你就不用一定去拍 因為我講茶巾 如果我說茶巾他覺得還好 他覺得他看了 這鍋子前的客語 他聽不下去 那我覺得 我是還蠻感動的 就你看哪一部片你感動 你就趕快就會給你的朋友看 那只要跟你感受到一樣的感情 不管是恐懼 還是感動哭了 還是 還是有一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 我覺得這些都是比 辯論的影響還要深入 嗯 《悲情城市》也一定要看 這個我覺得每個台灣人都要 至少看一遍的那個 對 也是在國際 國際上是很有名的 嗯 那近期台灣的導演 也拍了很多很優秀的 很優秀的很優秀的 很優秀的零戲劇啊 很優秀的電影 我真的覺得要多看 要多看多多支持台灣的創作者 對 很優秀的 很優秀的